你看看 我是担心不无道理是吧 我就觉得那玩意说贴孩子那个胳膊上就不怎么靠谱 所以呢咱们做家长的哈 还真不能是一味的惯着孩子要啥就给买啥 首先呢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识别能力 觉得对孩子身体有害的东西 你在购买的时候还是需要权衡一下的 没错哈 现在市场上的玩具种类确实是太多了 商品质量呢也是良有不齐 其实我觉得咱买东西千万别跟风 确定是咱自己要的 确定是质量过硬的 您再出口出手也不晚是吧 来吧 神内下咱们新闻继续啊 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 下面说到的这一对父子真的是让人痛心 年近六旬的男子站在了法庭上 罪名是故意伤害他人制人死亡 而死在他手下的却是他的亲生儿子 这真是一声叹息啊 今日呢西安中院开庭审理该案 已经白头的被告人老邓是几度落泪 说自己呢没有教育好儿子 也对不起儿子 话说老邓家的悲剧发生在2017年夏天的那个晚上 8月9号的10点多 老邓和儿子小邓因为家庭矛盾发生了争吵 老邓就用家中的擀面杖在儿子的头部击打了树下 致其受伤之后呢小邓经过抢救无效而死亡 检察机关认为啊被告人邓某某因为家庭矛盾故意伤害他人制人死亡 所以故意伤害罪啊这个追究其行事责任 亲生父子俩一次口诀争吵 这父亲呢就把儿子打死了 悲剧背后的故事让人唏嘘啊 老邓说呢自己有俩儿子 大儿子开了一个面馆 小儿子呢则没有固定的工作 在家啃老 不仅如此28岁的大小伙子呢 还天天沉迷于电脑游戏 是啊这个导火索这当天晚上啊 这老邓呢劝称在玩电脑的小儿子啊 说你少玩点游戏早点休息 第二天要早起帮忙啊 而这个小邓呢则是无动于衷 一气之下这老邓呢就拉了电闸 小邓则一把就把父亲呢给推倒在地了 平时的不满再加上当时的冲动 这老邓的情绪就失控了 他把厨房里的两根擀面杖拿了出来 一手一个都是六七十厘米长的石心木头 拿着右手的擀面杖朝儿子的头部就打过去了 几下之后小邓就口鼻流血倒了下去 这关押期间的老邓是一夜白了头 一直在念叨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家人 并说呢愿意拿自己的生命给儿子一个公平 父亲打死儿子 悲剧背后是父母对于小儿子的溺爱 导致他性格缺陷 长大之后工作生活都是一团糟 快三十岁的人了 不工作不出门 这整天在家不分昼夜的打游戏 老邓这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但是呢无论是任何理由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 亲生父母也不可以 等待这位父亲呢将是法律的审判 说到底还是家庭教育的失败 有心理专家就说过 家庭矛盾的爆发一定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生活当中平时的愤怒的没能化解 这小的情绪没能及时地处理 长此以往这双方都会感觉到 委屈愤怒甚至是绝望 其实我们家长啊 要对自己的孩子有足够的了解 他的性格呀脾气呀秉性啊 适合哪种教育方法 适合哪种沟通方式 对症下药这才行啊 对症下药